嘴巴沙人來到 你自己也有嘴巴 為何我們不出聲 其實我的訴求很簡單 我想在國際層面 令到更多人知道 究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要理解的是 當有很多人在香港以外 不停地跟一些外國的門體 將一些假的事情說出來 包括一些什麼 包括一些所謂的強姦 死人 這些完全是捏造的 所謂的事實來發酵的時候 我們香港人是不知道怎麼辦 很辛苦 為何這次這麼辛苦 就是假新聞可以去到這樣的程度 而拿去當事實去誣衊香港 當你去捏造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很不公平 是不是要將你無怨無故 對國家的恨落到去誣衊 甚至作故事就是為了贏 這些就是我剛才一直說的 無底線 那是不是對呢 如果他做得不對 我覺得我有責任出聲 既然我有能力 可以接受到其他人的訪問 既然我有能力 可以去到那些平台去說話 我覺得我有責任把事實公開出來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看到 其實他是很感謝我 我們不是錯的 難道你說你去燒人 你去打人無底線這樣做 是對嗎 那這一方面 為何我們不說出來呢 我覺得作為一個建制派 甚至我們建制派 相對年輕的一輩 其實多發聲是好的 我不希望有些人 為了要爭取所謂的國際支持 你去說謊 令到其他人認為 這個就是香港的全部 香港有另外一邊 而另外一邊的人民也很失望 這個要有平衡 如果我沒有平衡 其實會出現什麼 就會出現自己中國人 去到外國叫別人制裁我們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無稽的 說出去也很可笑 香港如果再這樣下去 我真的覺得很可悲 如果你還在這一刻 還覺得他們是為你好的 我看你可憐